是的 相位之争已经白热化 前首相间祖国斗士党党魁敦马迪医生 再三声明无异第三度出任首相 他表态只要公正党主席拿多斯里安华 获得足够支持成为首相 祖国斗士党一定会给予帮忙 不过如果国盟继续掌政而发出了邀请 斗士党不会拒绝和国盟共组内阁 马哈迪星期三晚上接受马兴社电视时政节目 Rambichara线上专访时表示 如果国盟发出邀请 斗士党将会考虑共组内阁 不过他本人无异第三度任相或担任部长 目前只希望能够加入国家抗疫团队 领导国家行动理事会或国家复苏理事会 以解决新冠疫情 他认为防疫工作应该交付给专业人士 而非政治人物 这么一来 我国就能找到舒缓疫情的方法 节目主持人也重提 马哈迪与西日副首拿都市里安华 交织二十多年的恩怨情仇 马哈迪表示 只要安华出任首相 斗士党就会给予支持 只不过安华始终不愿意和他合作 他也提到 2020年初西蒙政权倒台 是因为过渡首相丹斯李慕尤丁等人策划推翻 而不是因为他辞职而垮台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慕尔丁等人策划推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慕尔丁等人策划推翻